警方对按摩院展开执法行动 两名女子因涉嫌提供性服务遭逮捕 另外有7人正接受调查 红帽桥警署在这个月的4号到11号之间 对红帽桥、布莱顿湾、后港、八野里巴路上段 以及阳错港路的按摩院展开执法行动后 发现有7家按摩院涉嫌违反按摩院法令 其中4家涉嫌无牌经营 另外3家则涉及卖淫活动 两名年龄分别为37和45岁的女子 涉嫌违反妇女宪章而被捕 初步调查显示 他们涉嫌在按摩院内提供性服务 无牌经营按摩院如果罪名成立 可被判坐牢长达两年 罚款多达1万元 提供性服务如果罪程 可被判坐牢长达7年 罚款高达10万元